74岁查尔斯温柔入股,亲自给卡米拉戴口罩,戴安娜没有这种待遇,25年前戴安娜王妃和多迪在巴黎高速公路发生车祸,即使疑点重重却最终不了了之,一代英伦玫瑰撒手人寰,留下的一切都被卡米拉继承,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呢? 74岁的查尔斯王子温柔入股,亲自给卡米拉佩戴口罩,戴安娜根本没有这种待遇,爱一个人体现在细节当中,戴安娜嫁给王子的剧情宛如同化,但是到头来感动的只有读者罢了,虽然已经时过境迁,外媒还是爆出了很多细节,认为这场车祸属于刑事犯罪,目的就是除掉戴安娜这个不安分因素,并且避免王室血统受到污染,毕竟当时戴妃已经身怀六甲, 大众都在期待王室能还民众一个清白,但是给出的结论却极其敷衍,直接甩锅给司机保罗,声明中明确提及保罗当晚是酒后驾驶,并且还没有按照规定系安全带,一方面是戴安娜蒙受不白之冤,另一方面却是查尔斯扮演深情丈夫,将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卡米拉,戴安娜倾国倾城的容颜,终究是比不上卡米拉这个有趣的灵魂, 近日英国举行了皇家赛马会,所有王室成员都盛装亮相,查尔斯夫妇,爱德华王子一家和安妮公主母女齐聚一堂,这场声势浩大的集体活动中,75岁的卡米拉成了人群中最耀眼的存在, 当天卡米拉身穿一席荷叶边白色连衣裙,头上佩戴优雅英式礼帽,瞬间让我们体会到了初恋的感觉,不愧是英国王室的不老女神,卡米拉这次的打扮太出彩了,清纯优雅中还透着一份妩媚,查尔斯王子一席灰色西装礼服亮相,跟卡米拉手玩手的时候浓情蜜意,全程眼睛就没有离开过爱妻,查尔斯王子轻声细语温柔入骨,将最好的一面呈现在大众面前,也为自己树立了好丈夫的形象, 现场还发生了这样有趣的一幕,卡米拉的口罩没有戴好,细心的查尔斯立刻发现,并且为爱妻重新佩戴好,这套动作全程都如行云流水,根本不在乎外人的眼光和感受,查尔斯心里眼里都只有卡米拉,没有被偏爱过的人,体会不到卡米拉的幸福和得意,老夫老妻还继续在大众面前撒狗粮,也许在查尔斯王子的眼里,卡米拉永远是个需要照顾和保护的小女孩,两个人绝对是真爱, 两个人邂逅于上世纪七十年代,如今磕磕绊绊走过了五十年,终于能够正大光明在一起,查尔斯即使冒天下之大不韦,也要将卡米拉取进门,光是这份勇气就值得敬佩,看着查尔斯细心的为卡米拉佩戴口罩,大众也有种恍如隔的感觉,纷纷替戴安娜王妃不值得,要知道戴妃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待遇, 一起出访的时候戴安娜心情抑郁放声痛哭,查尔斯却依旧面带微笑谈笑风声,卡米拉跟查尔斯在一起的时候,貌貌是湿的样子让王子揪心,每次都要跟在身后收拾残局,目前卡米拉只有康沃尔公爵夫人的头衔,等到查尔斯王子继位的时候,必然会加冕为英国王后,七十四岁的查尔斯自己都年事已高,并且还确诊住院过,心里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卡米拉, 从年少走到了白发,两个人终于冲破了重重桎梏,携手走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,卡米拉才是查尔斯的真命天女,倒显得戴安娜像个笑话,从未被王子珍惜和爱护过,这桩包办婚姻悲剧结尾,戴安娜付出了一切却还是败给了卡米拉,不禁要问到底输在了哪里呢? 英国男人注重绅士风度,查尔斯王子即使在大庭广众之下,也要为卡米拉用心服务,献上了一颗火热的真心,老夫老妻都要坚持秀恩爱,周围人都是羡慕的目光,谁又能想起戴安娜的悲剧人生呢? 卡米拉真的很会撒娇,戴口罩这样的小事都不用自己动手,看来王室生活比我们想象的容易多了,只要查尔斯王子的心向着卡米拉,谁都不能对康沃尔公爵夫人不尊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